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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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achie 我是Eachie 上一集帶大家到苗栗的三彎落雨收 很漂亮 可是那邊的交通不怎麼方便 開車騎車會比較好 對於沒車的人而言 很麻煩就要學我走一大段路 而在中部有沒有交通 比較方便的落雨收景點呢 是有的 就在泰安火車站附近而已 現在就跟著我過去囉 這裡是泰安車站 出站之後我們就往右邊走 前面有個十字路口 我們再往左轉直線到底 走路過去大概15分鐘 我們不要這麼累 租一台單車騎過去 大概5分鐘就到囉 現在我騎到這裡看到指示牌 對 落雨送到了 前方50公尺左轉 這邊有停車場 停一次50元 帶大家看一下 騎到這裡看到一個指示牌 雨林落雨送到了 雨林落雨送就是太陽落雨送 現在改名了 前面就是太陽國小 旁邊這一條小路進去 現在我要把車子騎去還 我的習慣是先還車再走過來 你也可以直接停在路邊 但是我覺得啦 停在路邊 每過一小時就算一次錢 不如就先還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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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ike的還車點就在 舊的泰安車站 以前它是有在服務的喔 那現在已經規劃為 觀光休閒的地方喔 我們先去落雨送 那等等有時間 我們再進去看一下喔 我們往左轉 這條小路可以直接通到太陽國小 前面那一面 彩繪牆好漂亮喔 走過來我發現 這裡的停車場好像是公有的 沒有看到說要付費的樣子 如果想要省50塊的話 可以停到這裡 或者是 泰安派書所裡面的停車場 前面就是泰安國小了 剛才我在騎單車 應該就是騎這一條路進來 到 泰安舊火車站環車 不應該 騎 這條 繞遠路 以前的泰安洛宇松 就小有名氣了喔 現在除了改名之外呢 裡面還進駐了許多地景藝術 那整體的更完善了 我們進去看就知道囉 現在的泰安洛宇松是有人在管理的了 所以入園要清潔費50元 身高120公分以下的兒童免費入園 開放時間是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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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到園區了 我們先逛一圈 看一下有什麼地方好拍的 我們一走進來就可以看到前方這個景 你可以走這個石頭過去 坐在木頭上面 然後拍過去 我發現這裡的設計真的很不錯 石子裡面呢都有一些大石頭 還有木頭 那遊客呢可以走進去 然後坐在大石頭上跟洛宇松拍照 這一區感覺就是休息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洛宇松林子下面有很多的桌子 你可以坐著跟朋友聊天 我是覺得 站在洛宇松林下面拍照也很好看 那就看怎麼取角度避開這些桌子囉 這個機車的造型也太誇張了吧 空間好長啊 園區也備有廁所 這一區的造型好復古啊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三輪車 還有一個小小的站牌 可以坐在椅子上拍照 這一區是大水石 你有沒有看到園區有鋪了一排石頭 那遊客呢就可以走進去 站在中間拍照 發生一個悲劇 剛才我拿出腳架的時候 發現快拆板的螺絲不見了 也就是說我沒辦法拿腳架來自拍了 怎麼辦 好慘喔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啊 只能請人家幫我拍啦 這裡就是整個園區最熱門的拍照點 小紅車 還有洛宇松 池中倒影 攝影會 今後我在看 OK 一次第二個 給我的感覺就是 園區所有的地景藝術 都是經過巧思設計的 你只要站過去 按下快門 照片就很漂亮了 剛才我有問過工作人員 他說這裡的落雨收 可以持續到明年的3月 所以時間還很長 天色漸漸暗 今天太陽落雨收就到這裡結束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腳架的螺絲不見了 今天一直都麻煩人家幫我拍照 我覺得螺絲應該找不到了 回去再買一顆吧 園區的造景都設計得很棒 怎麼拍都很漂亮 假日有空就來這邊走一走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記得訂閱和打開小鈴鐺喔